佛教为社会大众而存在 这种宗教既可为社会所修持 亦可为引钝者所修持 有些人认为佛教是高尚而庄严的体系 他不可能为社会大众普通人所修学 假使一个人想要成为真正的佛教徒 他必须引钝到寺庙里面 或者找一个清静的环境居住才行 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观念 起因是缺乏对佛陀真义的了解 人们之所以过早落这个结论 是因为读了或者听了一些有关佛教的东西 因为这些文章或者著作 仅仅给予了一部分或者片面的佛教观点 一些人阅读了之后 就对佛教形成了这种印象 这些文章或者书籍的作者们 对佛陀的教义只是有有限的认识 佛陀的教义 不只是意味着出家 住在庙里面的比丘们才可以羞耻的 任何在家的男众、女众们都可以羞耻的 八正道是所有佛弟子的生活方式 而这种生活方式是适合全人类的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不可能去做和尚 住在庙里面或者退隐到深山林里面 然而假使他们在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中 不能够遵守八正道 则这种高尚的佛教对他们是毫无作用的 但是假使你能够了解佛教的真精神 你就绝对可以将佛法 实践起你日常的生活中 或者有些人发现 在僻静处收集佛法 是比较容易或者更为方便 换句话说 断绝社会的人际关系 可是 令一些人发现 这种退隐的生活方式 会减少或者降低了他们整个生理 或者心智的生趣 以致不能有益于他们的精神 和知识的发展 真正的出家 并不是说将身体 远离这个社会 佛陀的大弟子 舍利弗 在《阿含经》里面说 一个人心居山林 自己虔诚的苦修 但是心中充满了污染集念 另一个人 居住在城里 或罪落中 羞辞佛法 但是心中纯洁 远离集念 舍利弗说 这两种人比较起来 住在城市里过清静生活的人 明确地决定要比住在山林中的那个人高尚和伟大 一般人相信佛陀的教戒 是要人离开正常的家庭生活 而去隐居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这种想法 是拒绝人修持佛法 很多佛教文献中讲到 人们在正常生活家庭中 成功地修持佛法 而体现到涅槃 一个流浪者 他叫做Vekha Guto 他有一次很率直地请教佛陀 他问在家男女信徒 奉行佛陀的教戒 是否可以成功地达到精神上的最高境界呢 佛陀明确地告诉他 很多在家的男女信众 遵守佛陀教戒 成功地达到了最高的精神状态 我们都同意 我们都同意某些人在宁静无杂的闹处 过着那些隐居的生活 但是更值得称赞或者鼓励的 是同一般人打成一片地 收持佛法 帮助人们 同服务人们 退隐一些时日 以增益心灵 同个性修养 也都不失为有用的方法 如同道德与心智的预备训练 在充实坚强自己之后 来帮助他人 假使一个人 整个人生 都在离群独居 只是为了一己的安乐 或者解脱着想 不愿利益他人 这个是有违佛陀大悲 大怨 大行的精神 又有人问 假使一个人 能够在家生活中 同样可以修持佛法 那佛陀又何必建立 争团 而有出家制度呢 出家制度 是为了争女们 愿意奉献他们的生命 不仅为个人的心智修养 同时为他人服务 换言之 出家争女 没有了家庭责任 没有了社会的拖累 他们可以奉献生命时光 而为更多的人谋求福利 这些是佛陀的启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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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